大家好 祝我慧快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侠腐的一个震荡 符合我们的预期 因为毕竟高点跟低点价差也不过就是百来点左右 以目前两万多点的台股来看的话 整个震荡的幅度连一%都不到 标准的侠腐整理 这也符合我们说过 目前整个大盘它就是维持一个高档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但是震荡归震荡 我说过重点还是在于怎么样 还是在于你怎么去应对嘛 对不对 好 那对于面对这样的一个震荡盘 我如何能够在现有的一个多头架构之下 我能够轻松的赚到钱以外 因为它会震荡 甚至我说过大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3000点的一个涨幅 重视多头架构不变 但是随便一个多头回档 可能这个震荡的幅度都会非常大 你说涨了3000点 回档个1000点 这也不是不可能啊 那如果指数未来 假设它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说很多股票是不是至少拉回到我30% 40%的一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如何我既要赚钱 你不是说未来大盘可能会回档 我们现在就不要做好了啦 钱也不要赚了 当然也不是嘛 多头市场不赚钱要干嘛 但是我钱要赚可是我愿化避险 该怎么做 我的方法 我的策略非常明确 对不对 我从这两三个礼拜以来 我这样的策略没有变过 我说我罗文斌的操作 我不会每天变来变去的 该怎么样做 我们就怎么样做 现阶段盘振 对不对 轮动快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以周围单位 用周周营的一个方式嘛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你说大盘 来 你自己讲嘛 这个礼拜大盘出了说 哇 那礼拜二 一根大长虹跳上来以后 是不是就在这边连了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有没有 不就是我说的振荡盘吗 那这个过程里面 各股轮动 各位也都感受到了 所以 面对这样的盘 你该怎么做 又或者说 你该怎么做以外 你看看我怎么做嘛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 我做的什么动作 一样嘛 以周围单位 又或者在轮动快速的过程里面 我说你随时要去紧盯 整个筹码的一个变化 该卖 你要很果断的卖掉 不管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告诉你 它有多好 有多好 未来趋势有多漂亮 该卖你就卖了 来 简单回顾嘛 我礼拜一做什么 我礼拜一卖掉安国 对不对 我卖掉什么 我卖掉神盾 对不对 我礼拜一卖掉安国跟神盾来 回过头去看 来 神盾 礼拜一在哪里 礼拜一那天的高点 都还在303块 我什么时候买的 白色情人节你们都会背了 对不对 3月14号 有没有 3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有没有 哪一天 这一天呢 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里买的啦 我卖在这里了 有没有大传 你自己说啊 你自己看图说故事啊 还有谁 来 安国 一样啊 白色情人节买的在这里 我卖在哪里 4月8号你刚看到了 在这里 那一天181块 低点是在121块 高点是在181块 60块啊 我为什么不卖 如果你不卖 你看 我这天卖的喔 白紫黑字喔 大家都见证喔 有没有 你看你如果不卖 今天剩多少 今天剩154 差30块啦 神盾不也一样吗 神盾不也一样吗 所以为什么 要采取周周瑜 我说过既要 钱要赚 有没有带你赚到 有啊 对不对 神盾帮你赚了 安国帮你赚了 可是 除了赚钱以外 我说过现阶段 行情处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随时都会回到 不管大盘 不管就个股来讲 随时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你要懂得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你看 不卖就是这样子 而且 除了规避风险以外 我说过 为什么要用周周瑜 你大赚了股票 你把它获利入带 除了安心 除了规避掉风险 你开心以外 最重要的 我们还把这个资金怎么样 还可以做新的投资吗 你看嘛 你纵使跟我一起 你说那神盾跟安国都好股票呢 你就算你跟我买在低档 你高档不出 你现在来我请问各位 我现在叫你卖 你卖得掉吗 不是卖不掉 是你舍不得卖 讲穿了就这样子 对不对 你舍不得卖 你是不是钱就卡在这里 对不对 盘面上我说过轮动很快 有股票在跌没有错 像安国神盾在拉回 有没有股票在涨 也有股票在涨 你资金为什么不把这个时候 把卖掉的钱 然后放到要正准备要涨的股票上面 就好比我们卖掉了安国神盾之后 我们干嘛去了 来 我们是不是买了佳能 来4月9号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买了佳能 然后怎么样 4月11再买有没有 佳能昨天怎么样 昨天是不是涨停板 我们再来看清楚一点 来佳能2374 来 4月9号 我们卖掉了神盾安国之后 买进了佳能 来4月9号 你需要去追高吗 你需要去追高吗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趁着拉回 我们再逢低买进 有没有 昨天我们一开盘有没有 9点33分一开盘 昨天一开盘佳能在哪里 昨天一开盘佳能在32块 32块9 后来收盘收多少35块 你在这一天买甚至于 你看那天的低点甚至于都还31块 我大赚神盾跟安国的钱 我买进了佳能 我连买两天 昨天一根涨停板 今天怎么样 今天再来一根呢 今天再来一根 两天两根 今天都多少了 今天都38块9了 我31块多买 我30 来再看一遍 这一天是不是低点在30几块 不管你买在31也好 33也好 32也好 这一天开盘在30 对不对 一开盘 昨天嘛 是不是在32块多 你不管怎么样 你的成本都在32以下 33以下了 昨天就已经供到了35块 今天供到了38块 你哪一个 会来不及 你哪一个会赚不到 有没有赚的更多 你卖掉大赚的钱 你继续在赚新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今天开盘还在买 4月12号有没有 市调买进2374 9点13分 来 一开盘好不好买 一开盘好不好买 一开盘37块多 今天收盘将近39块 这个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要周周盈 我钱要赚 我还要能够避险 而在避险的同时 我又能够怎么样 又能够赚新的一个股票 这个就是周周盈 以周围单位的操作 的一个真髓嘛 也说一个精华所在嘛 而且不是只有 神顿安国到佳能 来 我们还做了什么动作 4月10号礼拜三 我们是不是卖掉了银果 有没有 来6117银果 来银果 我这天卖掉了 4月10号那天 创新高114块半 我为什么要卖 当然你看到结果的 为什么不卖 不卖结果都在这里 那一天高点都还114.5 今天剩多少 今天剩93 那差20块 不卖 你就吐回去20块 你追在高点的 你就赔了20块 那我英广什么时候买的 来 我在3月28号 来3月28号在哪里 这啦 3月28号在这里啦 哪一天低点77 收盘79 不管你买77也好 78也好 79也好 涨到了114块半 你自己算一下 有没有至少让你掐头去尾 再打折 最起码四的趴起条 甚至于50% 我已经账面上累积了50%的涨幅 当大家都来货 你自己说嘛 这一天创新高的时候 有没有一堆人都来 尤其他三天拉出三根掌停板的时候 三天三根 有没有一堆人都在歌功颂德 那当大家都来了 隔天开高 我当然二话不说 我全部都给你 对不对 我全部都给你 啊后来不卖就这样嘛 对不对 那我说过了嘛 我们除了周周隐 除了要赚以外 要避险 而且还要再赚新的 刚刚我们讲了嘛 对不对 有没有赚到 啊有没有避险 好 那有没有赚新的 来一样嘛 我们在卖掉之后 来四月十号卖掉之后 我们资金哪里去了 我们资金是不是转进 三零一三的陈明殿 转向三零一三的陈明殿 为什么要买陈明殿 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我也讲得很清楚 陈明殿跟银广 是不是有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特质 同样的题材 都是什么 都是水冷式也是易冷式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散热嘛 对不对 好那既然有同样的一个题材 那你就要去注意哦 那他们的位阶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我也跟各位说过的银广 涨到了114块半 有没有 可是成名殿呢 我们在买进的时候 来我们四月十号有没有 我们在买进的时候 我们趁拉回买进的时候 才七字头 甚至低点都还在六字头 六十几块 一个已经涨到了一百多块 一个还在六十几块 甚至只有七十出头 这中间至少 有将近 四十五块的一个价差 那你说 这样子有没有存在一个利润 那你说不一定啊 搞不好人家 那银广获利比较好啊 所以他股价比较高啊 当然你讲的没错 但是你讲的这个 我早就看过了 好这些 我不会没有去注意到 来我们来看银广 银广去年获利多少 你也现在年报公布出来了嘛 去年获利1.02 有没有 1.02 来我们再来看 来 去年的获利 1.29 我请问各位 是1.29好嘞 还是1.02好嘞 当然1.29嘛 啊谁是1.29 成名店呢 成名店股价低 获利还比较好 啊该不该找 他该不该找 那你说那个过去的过去啊 去年是去年 那要看今年啊 好我们来看今年 来 成名店 三月营收只有2亿多 月减 20% 对不对 当然年增了 年增是25%了 来成名店 年月双增月增94% 是不是连营收也比 成 那个好 银广要来的好 所以既然我银广大赚出清之后 跟他有相同题材的 因为他已经拉高了比价空间 当然接着下来市场业内的资金 就会转进到成名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买进成名店了 所以你看来成名店 我们买完以后来 你看这一天买 有没有 昨天是不是创新高到80块 今天怎么样 今天继续再涨 今天大盘没涨 他继续再涨 我不敢讲大赚啊 哎有没有赚吗 是不是赚的很轻松 是不是赚的很轻松 因为你是 卖掉了广运之后 资金转进来继续再赚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是我说周周赢的一个策略 好那这个礼拜 除了这些股票以外 来我们在昨天 今天还有一档股票拉出掌停板 4533的协议机 有没有 掌停板好强啊 掌停板的股票也很多人讲 对不对 甚至于可能今天也有不少专家权威明虚 也来追协议机 好的股票大家共享盛举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说过了 我买股票 一定是买在它大涨喷出之前 今天涨停的协议机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昨天买的 我昨天买的 有没有 4月11号 市价买进4533协议机 昨天有涨停吗 昨天没有啊 昨天是不是小涨而已 小涨好不好买 需不需要追高 今天涨停 10% 你昨天买的股票今天一根涨停板 我也知道很多人 盘面上有很多的专家权威明师 号称天天都有涨停板 只不过他 我说他们的股票每天都不一样 那没有关系 反正空气财量 人家要怎么做我也管不着了 但是很简单嘛 同样一根涨停板 这些专家权威明师 甚至于可能包含你的老师 带你做的是不是都是 股票已经涨了8%了 9%了 管你3721 还是3824 反正就追了再讲 7% 8%了 叫你去买 把他锁起来 涨停板 他也说他贪一支涨停板 这样再一个涨停板 你7% 8%去追 扣掉你的手续费 定一定成本就没了 这等于说你当天 其实你没输而已 对不对 万一隔天有一个震荡给你倒淘灾 你那2%不仅没有赚到 你还倒吐回去2-3%都有可能 可是同样一根涨停板 你自己比较看看 今天涨停的协议机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昨天买的 那是什么 那是扎扎实实 货真价实 10%了 更不要讲 我们刚讲了 什么 今天连续2天佳能 有没有 来 刚刚你也看到 今天拉出第二根的涨停板 2天2根 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4月9号 我趁拉回的时候买的 2根是不是扎扎实实 20几% 不止20% 因为前面还有在慢慢墊高 所以是超过20% 该赚的我有没有让你少赚 该避掉的风险 我也有没有带你避开 我说过每个盘面都会有不同的盘面结构 该你破断做 该你追 我自然会带着你 但是现在不适合这样做 我现在就是短线操作 短打 打带跑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打带跑 你就赚不到什么大钱 你刚刚也看到了 银果 我们做很短啊 对不对 是不是以周围单位 你自己都有目共睹啊 就算以周围单位 我70几块买的股票涨到114块 你认为这赚很少吗 帽伦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一样都大赚 那更不要讲佳能 我们前天才买 前天 哎呀 礼拜二才买 昨天继续再买 一发动两天两根 你认为两天两根 两天二十趴 很少吗 没有错了 没有倍数 没有倍数 因为认识我 够久的朋友都知道 只要行情对了 只要外在环境允许 我都有机会能够帮各位掌握到很多有倍数的 涨倍数的股票 但是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现在时机不成熟 不能够涨倍数 你就小看这个行情 我说这个是怎么样 在放大你的股本 在放大你的本金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你现在让你的本金 二十趴三十趴 摸金嘛 好一点四十趴 少一点十几趴 摸金嘛 只要你的本金能够变大 假设你是一百万 让它变成一百五或者两百 对不对 或者是你本来是两百 让它变成三百 你想嘛 一百五 一百变一百五 到时候double就是三百 比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你一百 double变成两百 那才几百 对不 你以此类推嘛 所以你现在能够让你的本做的越大 当未来倍数行情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赚得更多 但是你要现阶段 你要怎么样用周周赢 这样的一个策略 能够放大你的本金 我说除了操作周期要缩短 弹性要加大一万 最重要的 股价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要先买进 很多人认为说短线操作很难赚 我也知道啊 很多人一买就套啊 为什么 那你都是转强 你再去追啊 你不难怪你一买来就套 可能这一趴 可能这一段他就涨20趴 那你等到他涨20趴你再来追 那你当然是追在最高点啊 可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 在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就先买进 当大家来追 我们反而获利了结 怎么会赚不到 我那么多例子给你看了 你怎么会赚不到 所以一样的 对于接下来 我们看好的股票 我说过一样 我们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有没有 我们要先布局先卡位 好那我现在锁定的标的就是AI新霸主 我在前面几天的视频 我已经连续几天 把他基本面都跟各位讲过了 有兴趣 回去看看前面几天的视频 我今天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总之 他是未来怎么样 有大爆发力的股票 股价还没有开始涨 这样的股价 我认为是明显的偏低 那也因为股价没人涨 没有人在讲 是不是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那这样的股票你不买 难道要等到未来 二十八三十八起起来 大家都开始讲了 你再来追吗 你自己决定 那至于怎么样能够跟上 我们这一档AI新霸主 注意听 你只要在我们股市沃滨和Lite Act的官方账号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而且我也希望 你跟上我的脚步以外 你还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操作 也就是说 你必须依照你资金的一个部位 去买进最适当的章数 你不要说你买太多 你压力很大 买太多 人家都大赚 你小赚 这就看不出效果 所以要怎么样 能够有最适的一个章数 我希望你在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之外 你也能够告诉我 你现在操作部位到底有多大 又或者你打算用多少资金来做这档股票 我来帮你规划 当然效益就会不一样 例如说 你有一百万的资金 又或者你打算用一百万资金 来做这档股票 你就在我们的股市沃冰和Lite官方账号留下联络方式以外 另外再打个100 200你就打200 500就打500 以此类推 我来帮你规划最适当的章数 未来行情一发动 当然效益也就最大 欢迎大家在股票 股价还没有喷入之前 就能够先卡位先布局 跟紧我们的操作 我们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